培训机构打着净化心灵的名号 却在线下组织非绿色的男女派对 在这场派对中 男人会把自己的妻子让给别的男人 女人则把自己的丈夫让给别的女人 他们并不觉得有何不妥 反而还乐在其中 这就是曾经火爆一时的灵修培训班 调查员为了曝光其中内幕 不仅花费十几万 才进入到培训班成为卧底 至于为何如此大动干戈 是因为培训班的五节课程 就要收费一万一千五百元 而且负责人为了以防事情败露 并不会对外授课 而是只能通过班里的灵修学员介绍 才能走进这灵修课堂 视频中披着长发的男子 则是班主秦老师 他声称自己是灵修大师 在他年仅八岁时 就已经到达了常人永远无法达到的境界 这一切还要归功于 他老家的那棵丧人树 在这个八岁的时候 我就在那个 老家的那个丧人树上掉下来 然后就书成了 完成生命蜕变的他堪比活神仙 能够完成学员的任何梦想 但前提是 学员们一定要互相坦诚相见 鼓励他们分享夫妻生活和经验 在了解彼此内心的同时认识自我 经过一番洗脑后 现场学员彻底沦陷其中 如果不是调查员专注力强 过去也很难过这一关 随后秦老师就在现场 挑选了一名女性 并对她做出了一些亲密动作 期间那名女性并未反抗 而是享受其中 就这样 现场的男女学员也相互依偎 一场泯灭人性的派对就此展开 很多学员深陷其中 为了体验自己不惜败光家产 也要来到灵修课堂 探寻所谓的生命真谛 这些导师正是抓住了 学员无法抵抗诱惑的心理 从而疯狂敛财 他们有着非常高的洗脑技术 几句话下来就能把学员的思想 掌控到自己手里 随着夜晚降临 灵修派对宣告开始 秦老师先是让学员 互相探讨个人隐私和夫妻生活 下一步就是让他们互相按摩 期间男人的原配妻子 会给别的男人按摩 女人的原配丈夫 则会给别的女人按摩 随着灯光逐渐暗淡 这群学员彻底失去控制 不管身旁的异性 是不是自己爱人 就开始进行深入交流 现场淫乱不堪的一幕 让身为卧底的调查员不忍直视 随即趁着灯光暗淡逃离了现场 如果再晚走一步 说不定他就会被别的异性拉走 骑虎难下 随后调查员将此事曝光 并将相关证据交给了执法部门 而随着执法部门失入调查 发现了令他们更为震惊的一幕 这哪是课堂 明明就是一场 关于身体交易的淫秽派对 在这里夫妻不再是夫妻 他们经过灵修大师的洗脑 会主动找别人进行亲密动作 甚至探讨软件硬化工程 在此期间 学员们完全丧失了自主思考能力 就像空客人一般 被导师控制在股掌之中 好在调查员及时逃离 这才没有陷入其中 随着事情曝光 引起了社会轩然大波 执法部门立即采取抓捕工作 以秦某为首的多名导师 被抓捕归案 令人震惊的是 期间学员们竟试图暴力抗法 坚持不让警方把导师带走 显然他们已经被洗脑 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后经核查该培训机构 并没有相关资质 但名下培训的学员 就高达2400人 据其中一名学员交代 21天的课程就要收费10万 而且时速还需另外交费 可见这家培训机构 到底赚取了多少不法收入 很多学员为了上课 甚至不惜赔光家产 抛夫弃子 妻离子散 让原本温馨的家庭 因此支离破碎 而等待这些不法之人的 也将是法律严惩 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 我们下期再见